从以前的视频里我们知道,从腹腔的正面是看不到胆囊的,因为它是在肝脏的下面。 挨着胆囊的脏器还有胃、十二指肠和胰脏。 从胃的背后可以清楚地看到,胆总管和胰脏的胰管都是一直通到十二指肠的,而且汇合在十二指肠的乳头部为排出口。 根据结石的部位,一般胆石症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胆囊内结石,也是最常见的。 虽然70%到80%的人会终生胆囊带石而没有症状,但是一旦发炎,会引起剧烈的疼痛,可能还会伴有发烧、恶心呕吐,甚至皮肤变黄,这时候就一定要去看医生了。 胆囊内结石的治疗,一般多选择胆囊切除的手术方式。 日本的外科医生已经几乎不会选用传统开刀的方式了,而是在腹部,切开四个一到两厘米的小孔,从肚琴的小孔打进二氧化碳气体,使腹腔蓬隆起来。 再把腹腔镜,也通过这个小洞探入腹腔,其他的三个小孔是为照明以及手术钳子的操作使用的。 在监测瓶上,3D,立体影像下操作,把胆囊从肝脏下剥离出来,切下以后也从肚琴的小孔取出来。 手术一般只需要一到两个小时就可以完成,用可以吸收的线缝合切口,术后也免了拆线这个步骤,这就是腹腔镜下的胆囊切除术。 这个手术的突出特点是,手术前一天的晚上9点为止,还可以吃东西,手术前的两小时为止,还可以喝水。 手术伤口小,美观,安全,不需要住院,或者是很短时的住院,很快就可以恢复日常生活。 在日本腹腔镜下做胆囊切除,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在很多普通的医院都可以进行的小手术。 第二种胆结石是胆管结石,采用另一种手术方式,是用内窥镜,也叫内湿镜,是一种通过鼻腔或者口腔探入食道、胃、十二指肠的一种摄像头。 把内窥镜深入到胆管的开口部,也就是十二指肠的乳头部,切开乳头部的扩跃肌,使总胆管、开口部扩大。 这个手术名叫内窥镜乳头切除术。 还有一种是放一个小气球在胆总管的出口,扩开出口。 这个手术叫内窥镜的乳头气球扩张术。 加上内窥镜的碎石,结石就可以从胆管中自动排出。 还有一种就是把内窥镜逆向插入胆管,直接取出石头的方法。 取食的探头部像一个小框的样子。 通常这种手术一般也要求事先碎石。 以上这些都是在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医疗设备技术领先的国家首先开展的。 对于第三种胆石症,是肝内胆管结石。 情况就比较复杂一些,不仅要根据胆管的状况, 还要结合考虑肝脏的情况来决定治疗方案。 一般用一个筋皮肤的胆道镜,先做引流, 然后再用逆形直接插入胆管的方法取食。 这种方法也需要事先内窥镜的碎石术。 当然还会根据胆管内结石的情况, 以及肝脏或者是全身的情况, 必要时会将一部分肝脏切除。 对于预防胆结石的问题, 因为绝大多数的胆石是胆固醇类的, 所以从饮食的管理,防御胆结石是有效的。 规律饮食,平衡食谱,多运动, 多吃天然粗糙的穀物, 食物纤维丰富的蔬菜,还有鱼类, 这些都是有利于阻止过多的胆固醇吸收的好办法。 给你看看, 对于预防, 你告诉您的措影能力, 生意误会, 感谢观看